大家好 又回到我们《望向编辑部》YouTube Channel 时间 有我来自澳洲的真bc 你好,我好,大家好 大家好,才是真的好 亦来自马来西亚的大马sir 本位好 在节目开始之前请大家为我们三个频道 《望向》、《正向》、《沙冷气》 点赞、分享和订阅 《启抗疫》、《拼经济》、《反网报》 好,今节我们就 说一说非洲 原来根据南非 依其科维持家庭基金的最新一份报告就显示 原来非洲年轻一代 对中国的好感是最高的 并且超越了美国 中国超越美国成为非洲年轻人眼中 对于大陆产生最多积极影响的国家 当然了,你一说这些 西媒肯定是说你 看到已经是发生社那些 就说这些是假象来的 什么债务危机 这些几个东西 又是说这些东西 这个基金会 最新对于来自15个非洲国家的年轻人 进行民意调查 结果就显示有大概76%的受访者 认为中国对于他们生活 产生正面影响的外部势力 同时 只有72%的 受访者认为美国 这类国家 是 可以帮他们 有正面影响 中国就超过了美国的4% 4%左右 基金其实就是从2020年开始第一次 展开非洲青年 这个 调查的 目标受访的群体 就是18到24岁的 非洲年轻人 当时 有83%的受访者认为 美国 是 给他们生活带来了积极的影响 中国的相关 认可度 是79% 这个是上年的数据 今年就不同了 现在美国在相关的调查结果当中 的排名 甚至是跌在 英国和欧盟之后 近年来 中国和美国还有欧洲 等等的国家 一直在非洲大陆上 用自己的方法 去发展 外交 和经济援助 我觉得这件事没问题 但是你不要抹黑人 和 西方国家 当然 他们 经常 是有不同的 质重点 中国就是 为了帮他们发展经济 但是西方国家 在非洲大陆 经常说 人权 自由 和社会责任 那么 看来 之前说的那一套 非洲年轻人就开始 是 没那么受落 比之前 可能 要有实力才再说 这些会好一些 大马sir 你可以说人权 实际上 没错 因为事实上你是可以说人权 亦都可以说社会责任 自由等等方面 但是 当你 日子过得不好的时候 有些人就会想 是不是要过好自己的日子呢 而且 非洲地区 你说到 现在疫情 当年 西方不是答应了 提供很多免费疫苗给非洲地区 你说什么民主 自由人权 由疫苗的问题来看 就 令到 非洲很多人都不相信你们 是 其实我们看到 现在 西媒亦都说 中国和非洲的互动很多时候 附加条件是更加少的 是更加注重经济效应 其实附加条件是你们经常说的 他背后有 目的 他有附加条件 最后证明了 应该是比较少了 你们说的这些现象 甚至我觉得是没有的 最新的调查结果亦都显示 在与西方国家 是 与非洲合作之后 令到非洲人得到的好感 貌似中国目前 就是 好一点 好一点 北京方面 在非洲 其实当然是 投资很大 亦都参与建设了大量的基建 包括 公路 铁路 机场 以及 各地的 地标性建筑 同时 亦都向非洲提供大量的廉价商品 比如 消费电子商品 日用品 太阳能发电站 还有各种的硕料製造产品 现在我们看到一样东西 这就是我刚才说的实例 对于非洲人来说 是可以说普世价值 但人家 首先想的东西是否这个 这个基金 的额头接受彭博访问时 我们已经看到中国 在 非洲的影响力是大的 而且对于好感来说 中国都是排头位 亦都看到一个事实就是 即使其他国家 很少参与 非洲发展的时候 中国都会积极参与 这个就是差距 这个就是差距 在非洲 美国发挥的作用 比以前是有限得多 在实际投资 实际贸易 实际基础设施建设方面 他什么都说实际 你真的有没有做实事 美国 这个基金会的 老头都说得挺老实 美国发挥的作用 跟中国比 是不足够 而且 会令到他们相当尴尬 因为经常他说的话 貌似就没人听 这次调查当中 对中国好感最强的 非洲国家 就是这个劳黄达 还有 马拉维 里日利亚 但是 受访者对中国的态度 亦不是在各个领域 都有积极的 所以呢 这个 报告应该都是权威 因为 不是全部跟你唱赞歌的 有些都是 不是那么喜欢的 即是非洲的年轻人 原来 在新冠上 居然有百分之五十六的人 相信 阴谋论 就觉得 中国 就是 有将 这个新冠 这个 真是不应该 阴谋论 而且觉得是从实验室出来的 这就是西方的说法 亦都是 非洲的年轻人都相信 居然 除了 丰富的 矿产和能源之外 非洲大陆 还拥有世界上最年轻的人口结构 联合国的 预测就显示 截止到2030年 地球上有百分之四十二的 青年人口是来自非洲的 在对中国的态度大多数是积极的同时 非洲年轻人对自己所在的国家信心 并不高 事实上有很难令到他觉得高 事实上仍在很多地方落后 大概百分之三十二的受访者对自己所在的国家未来 感到兴奋和乐观 居然 是比2020年还要跌了11% 可能是经过疫情 百分之七十二的受访者 对气候变化影响的担忧 是持续着的 包括对干旱和 人口增长的担忧 亦都有 大概有一半的非洲年轻人 表示未来几年 是会移居去其他国家 好像安哥拉 赞比亚 马拉维的年轻人 他们对自己的国家 是最悲观的 而尼尼亚 就对 非洲大陆的未来 是最无信心的 这次 调查 人士 其实 谁出资 就是一位南非商人 他亦做很多业务 包括航空航天技术 产品 以及为政府提供各种 装甲车量 军用飞机 设备 还有培训 其实 昨天亦都多名学者 接受访问的时候 就说 中国 在非洲是一个秩序的维护者 其实 他们觉得 西方说的中国威胁率 起码在非洲 他见不到这种威胁 而且是帮助了比较多 那当然了 投资这么多怎么威胁 当然你都说 借责危机 这些东西 好像 来自 基内亚的 大学教授 亚基泰 他就说美国 认为当今世界的多极化趋势 是对于 他们构成威胁 其实 国际秩序 就应该是支持世界和平 鼓励各个国家之间是发展友好关系 而不是 好像美国那样 没有扮演这个角色 多数都是自己组织一个框架 自己去做事 那也是的 因为美国有很多框架 有印太经济框架 有很多 其他什么峰会 他也说 美国看到 中国在经济科技还有社会等等领域 在非洲的贡献是多的 但是 就想叫其他盟友孤立 中国 不过起码在非洲就很难做到 因为大家对中国的印象依然是挺好的 另外来自 布基立法索的 议员 富利巴黎他就说美国 联合盟友应对所谓的 中国对国际秩序挑战 亦都反映了 中国的发展令到有些国家 感到不安 美国联合一些西方 国家发起的 所谓的围堵工作 最后令到国际关系受损 大家都相当紧张 这是现实 国际关系越来越紧张 当然 其实 国际形势现在在变化 是 非洲的 朋友 都看到 中国的贡献 当然 连非洲的年轻人都觉得 这份报告也都觉得 美国做得不够多 但是 你经常宣传你那一套 难听说 你没有实力 人家会不会坐在这里听你呢 这个 是从这个实际角度出发 美国 就说要帮非洲维持秩序 但是 好像 亦都是做的不多 事实上有些国家都做得 多一些的 好像法国 法国因为 在非洲大量的殖民地 有时候前殖民地都会叫他帮下手 而且法国做得 样子就比美国好一些 因为起码都有投入 另外 亦有些年轻人就觉得 伊拉克和 阿富汗 就是留下了混乱 所以 他们就觉得 美国整天宣传那一套 是不是好像他们 口中说得那么美好呢 还有有些人就觉得 我们都被你们殖民了那么多年 该拿的都拿了 但是殖民年代 人民是更加惨的 为什么还要和你们 合作得那么紧要呢 这个也是 其实除了 Bianlogger 之外 很少人对殖民地很留恋 这是现实 这个可以说是世界奇境 真是世界奇境 不是开玩笑 好 这次节目时间到这里 多谢各位 再见 再见